儿童写作 教学要义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中国的话题 我先把这个题目做个大概的解释 第一个关键词叫儿童 第二个关键词叫写作 第三个关键词 要义 要义是一个更中国的话题 就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今天晚上很有幸受到邀请给我的时间 大概只有两个小时 所以我就把最重要的跟大家分享 同时呢 我还希望留下半个小时的时间 由老师们进行现场提问 但是你们提的问题 我不一定能够回答 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 然后我下了飞机以后 就到了宾馆 然后吃了饭 现在好像还感觉在飞机上 令我很意外的是这几件事 我先闲聊一下 黄博士 对不起 第一 接我的是我们秘书长的先生 郁珍的老公 她是一个研究地质学的一个专家 但是 整个路上她跟我谈的话题是什么呢 老师们猜猜看 是什么 是教育不对 是儒家文化 简直把我吓了一跳 而且她张口就来背出了一斤中的挂词 我说在中国 基本上语文老师 专业的语文老师她还不会背 而在这样一个地质学家的日常对话语言中 却张口就来 这让我对马来西亚豪文教育 以及家庭文化教育 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所以 从飞机下来 我头昏昏沉沉 但是却不舍得去睡觉 老师们一定会觉得 是不是我们大马的风景非常好 吸引着你要张开你的双眼呢 是的 但不如坐在我身边这位年轻人 她的话语对我更有吸引力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第二个地方 今天我吃完饭来到上面 你看 外面摆了这一排书 我非常意外 怎么搞都是来自中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即便在中国 这也是当下所有对华文教育老师 这个有兴趣的老师 最为关注的热门书 那好 如果老师说 那你推荐一本吗 好 请注意看 里面有一本是我兄弟写的 兄弟是什么意思 老师们 是的 他不是我的有血缘关系 就是我非常要好的 管剑纲的 我的作文教学革命 你可以关注一下 你就大概了解到 中国当代一线老师是怎么进行 他的写作教学变革 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书 都是非常热门 也就是即便你在中国教华文 这些书也可以列为必读书目 所以这两件事让我很正常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来自中国 我的华文水平 我的华语教学水平 应该是领先世界吧 因为世界看中国 中国就看我们了 但是我来到这里 短短几个小时 我已经不敢这么想 同时我也在犹豫 是否今晚可以这么讲 第三 我在吃饭的时候 两次把我的讲义稿拿出来 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 生怕待会讲不清楚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 今天晚上讲的要义 第一个我们来谈一谈 儿童写作需要交吗 我们来做个现场调查 老师认为儿童写作需要交的 请举手 没有举手的老师也落落地举起手来 因为太恐怖了 举手的人太多 好 我下面提供几个信息 第一个中国有个大文豪 人见人爱 人见人怕 学生都害怕的鲁迅 鲁迅在写作秘诀中说过 在他看来写作根本就没有什么秘诀 鲁迅先生说 倘若有 那么作家应该要把秘诀 传授给他的什么孩子 但是鲁迅说 在我观察 中国作家中祖传的几乎没有 所以鲁迅判断写作没有秘诀 既然没有秘诀 那就没有什么好教你的 不仅仅是鲁迅 中国有好多句话 都在跟你冥冥中预示着写作是不可教的 例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之 那么大的文章可以公盖千秋 怎么写 写得好不好 就在你自己心里知道 不可言传 还有人说写作是神而明知的事情 这四个字老师们去理解一下 就是你为什么会写 不告诉你 老天知道 中国人动不动就讲什么 老天就跟西方人动不动就说 上帝一个道理 我们都兴奋老天爷 讲到这里跟大家说个笑话 害怕今天晚上太枯燥了 我经常叫我的孩子说 你一定要做好人 你一定要做好事 你一旦做坏事 不是爸爸没有看到 是谁会看到你知道吗 老天爷会看到 于是我的孩子就问 爸爸老天爷究竟在哪里 我说那还用说老天爷老天爷 当然住在天上啊 有一次我带着他坐飞机 就是飞机升上天空的时候 他一直往窗外看 看了半个小时 他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 爸爸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老天爷啊 还有你说的那个天上的宫殿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读西游记的 宫殿也没有看到 啊这个问题带着思考啊 永远没有答案 因为不管他怎么讲 他都不再相信 同时我们又要保持那种神秘性 告诉他神仙是有 老天爷一定在哦 人在做 中国叫人在做天在看 还有中国佛学中有一个流派 叫禅宗 我们大马也有佛学对不对 有没有禅宗 禅宗好可怕 讲究什么呢 讲究顿悟 在禅宗中怎么修行你 徒弟问师父 师父 什么叫佛 师父不回答 哪一个棍子 咚的一下敲下去 说明白了吗 说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再打一下 谁跟你讲 这就是你的道理 这就是禅宗 讲究的是什么呢 顿悟 那么禅宗修炼应该怎么办 师父 什么叫佛 咚打一下 然后回去 他就什么都懂了 自己去顾 到这样看 我们的写作是不需要教的 我们 这么多老师在辛辛苦苦教写作 真的是在做一件无用功 但是 所以我今天请大家开始的时候记录了几个关键词 一是儿童 二是写作 你知道吗 在中国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 将写作明明白白的定义为两个字 这两个字值得大家去思考 它叫习作 习是学习的习 做是写作的做 意思就是学习写作 看来刚才我所讲的那些道理都是针对成年人的 针对专业作家的 而在教学系统中面对儿童 我们的写作教学是需要教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教会他去练习写作 是引导他逐步走向写作的道路 这里没有一块黑板 我们其实也不需要黑板 我们就靠隔空想象 这是心理学上讲到的二级转化理论 这个理论是一个很久远的理论 来自苏联 苏联人发明了这个 发现了这个理论后 整个中国大陆上的写作体系 基本上建构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 这理论大概说什么呢 写作的三级转化是从相到义到严 相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的大千世间 我们听到的各种声音都可以在中国 都用一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相 大相的相 相呢还不能够直接写成文 它应该先在人的大脑里 转化为一种内部语言 这个内部语言用中国话讲 它用一个字概括 叫做义 就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念 我心里想说的话 由义再转化为文 这就是写作的转化过程 而儿童需要什么呢 儿童需要我们老师在从相到义的转化 他需要辅助 需要我们教他怎么转化 心中有话了 要清楚成笔下的文字的时候 这第二次转化 儿童又需要成年人的辅助 因此面对儿童的写作 我们觉得是需要教的 好 中国还有一种学问 叫做训孤学 马来西亚的老师们 你们有没有接触到这本学问 一般情况下 在中国装修汉语 或者说装修儿童教育的 都要知道这本学问 教的好的 一定要是了解这本学问 下面我们来画一幅图 老师们看 这幅图上面是一对的羽毛 你们也可以画一画 鸟的羽毛 下面是一轮的太阳 你们知道吗 这幅画在古代就是一个字 是什么字 猜猜看 上面是羽毛 下面是一轮太阳 是什么字呢 是的 原来这里真是大量的高人在 是的 就是习 习做的习 它就是这样一幅画 原意是 雏鸟 小鸟在太阳底下练习飞翔 老师们去思考 第一 小鸟练飞有几个特点呢 第一 他要经过多次的失败 对不对 甚至有一次的失败 将决定了他的生命的结束 因此 儿童写作就是失败的艺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老师们不要再强求儿童写出你满意的文字 也不要将儿童的文字和成年人的文字进行对比 更不要将儿童的文字和你所拿到的出版物中的文字进行比较 因为习做首先是一个犯错的艺术 是在尝试错误中逐渐进步的过程 美国连接主义心理学家桑黛克先生的尝试错误理论 就可以被认定为是什么呢 是人类学习的基本规律 人类学习就是在尝试错误中逐渐的接近正确 接近真理 而人类发现一个又一个的真理 其实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时候 人类就又向前迈进一步 这是习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 小鸟练飞必须经过反复断裂 或者用我们的专业术语叫不断的实践 因此要想作文写得好 那就要看实践的平数 平数这是一个就是统计学的概念 平是频率的平 是数字的数 就是看它的频率够不够 比如说 心理学上有一个很好玩的定律 叫一千个小时定律 也就是说有人统计过 要想熟练的掌握某一种的技能 必须不得少于一千个小时的训练 这就像我们如果是老师们喜欢教书的话 你要说说你教多少了我教十年了 哇你是老教师你很有经验 对 因为你累积了不少于一千个小时的经验 但是如果这十年中 你没有切切实实 扎扎实实的完成这些时间的训练量 那么你的水平也会打折扣 同理 小朋友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间的保障 他的水平也很难说能够走到哪一步 这是一个逃不掉的定律 就是在当代的中国有一阵风吹得非常响 我们称之为减负 你们马来西亚有做这样的事吗 减负把它展开来说就叫减轻儿童的学业负担 你们有做这样的事吗 看来这是全世界人民都在做的 但是中国这个减负风啊它吹得非常猛 为什么呢 它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最高政权 这是党中央我们叫党中央啊 教育部直接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 那么全国吹得减负风之后 不少华语老师就认为 哇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让小孩子背书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让小孩子写作了 好因此当代的中国小学生的华语水平 你千万不要用想象的水平去衡量它 也许哪一天我们朱教授从国内带来一般的小孩 跟马来西亚的夏令仪一交流 我们发现到底谁是中国 要是你回国才是中国 对不对 因为现在整个中国大陆内部的教育的 就是风向标有一点乱 它正处在课程改革的什么呢 正痛期 好痛了 正在反思 正在改变 而且非常喜欢学习西方先进经验 然后又来嫁接到我们自己的国内 搞得有一点不清不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路上那位年轻人跟我说 他说他的小时候 爸爸妈是怎么教他 他还说到当代的就是大马这个国家的华文学校 还在有大量的三字经百家信 弟子规的背诵训练有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是冒风险的 第一 风险来自于家长 第二 风险来自于学校 第三 风险来自于社会舆论 至少一半以上的人 对背诵弟子规 三字经百家信千字文 是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他们认为这样的经典不能叫经典 只能是传统文化中的遭获 因为这些所谓的经典里面 只有一种声音 就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奴才 他们非常希望他们现在的小孩有个性 有魄力 有主张 很帅气 能够显示随时可以展示有特长 最后每个小孩都很跳跃 少了什么呢 少了儿童成长基本的规矩 就是没规矩了 好 这是题外话 那席字还有第三个特点 小鸟练飞 需要经过大鸟的指导 因此 我们把席字这个原意中的三个特点 进行转化 我们就发现了 儿童写作必交的三个点 第一个点 因为儿童写作是失败的艺术 需要教师全程陪护 第二个儿童写作是实践的艺术 需要教师全程指导 第三 原本儿童就是需要成年人的辅助 因此我们主张儿童写作虚交 好 我梳理一下 刚才聊了一会儿天 只讲一个问题 就是我回答了我的一个思考 儿童写作是否需要交 我的答案是 如果是成年人 那么四个字随他去吧 如果是孩子 那么就必须教 而且要好好教 失去教学信念 应该视为一种教学失守 应该视为什么呢 失德的缺失 就是在当代中国 有不少老师 他教不清楚的时候 他会说不要教 谁说要教 我觉得这是一种失德的失守 好 第二个 那么究竟怎么教 是不是像老师们听说的 我们中国国内的那种手把手抱着交呢 不 坚决不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十二字的真言 就是十二个字 它是这样写的哈 叫早起步 起步要早 低要求 情练比 多鼓励 我把它重复一遍 我把它重复一遍 早起步 低要求 情练比 多鼓励 老师们一听 哦 怎么就这么简单 好像一读就懂 是的 因为我 来自一线 我拥有二十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 在我的学校 二十多年来 每周我的华语课的课习数 每一周都达到十四节 就是我一周要上十四节 所以 来自一线的经验 它往往都是这样很浅显的东西 虽然我今天的单位已经更改了 我跟教授报告 我刚刚 这周一 要到了研究院 专门从事研究活动 但是 这周一之前 我还是一个一线老师 好 这十四十二字真言 该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来说第一个 早起步 现在我来问问老师们 请问您认为 儿童写作的起步时间 是什么时候 有没有哪个老师 可以站起来说一说 或者就在位置上喊出来 您认为是几年级和声 或者是什么时候呢 几年级 谢谢 这位老师讲的很不错了 在中国 如果这个问题抛下去 好多人会认为是几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 因为中国的老师 有一种很传统的观念 认为三年级是起步的阶段 但是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思考结果是 把这个时间再往前推 推到什么时候 推到婴儿阶段 这个台词 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 就是他此生向世界发表的第一篇作文 为什么呢 老师说 哦 这不是玩概念吗 不对 这不是玩概念 有这三个原因 第一 这第一声啼哭中 他有内容 这里有些年轻的老师他不理解 生过孩子的老师就明白了 内容是什么 我饿 哇 这里好可怕 哇 这个爸爸好难看 所以你就现在就明白了吧 为什么婴儿生出来的时候 跟妈妈在一起没什么事 妈妈一来看 哎 宝贝 哇 这哭起来 因为他看到这个男人真的好可怕 他在妈妈肚子里 其实自己妈妈是有感觉的 有内容 第二 他有情感 哭声中带有强烈的个性化情感 第三 他有一种语言的载体 那就是他用他唯一能够 向世人传递的一种信号 哭泣 因为这三个元素 所以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 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写作的起步 因此 老师们 如果你在生一个小孩 或者你还没生下准备生了 或者你的孩子还小 你记住 不要再等他入学了 才对他进行写作训练 平时跟他在一起说的每一句话 都可以视为一种有效的教学 而且所谓母语 当然马来西亚的老师 你们的母语可能不是华语 是吧 是吗 抱歉 我刚下飞机 明天早上我就会把这概念搞清楚 我今晚一定好好自学 王博士今晚要给我个母课 就是在我讲中国吧 就是我们的母语教育 什么叫母语 除了很多就是抽象的概念之外 很简单去理解 就是妈妈教给我的语言 那不就是母语吗 所以你会发现世界各国可能语言不一样 但是妈妈这个发音基本相似 好 关于起步的时间 我们把它往前推的意义是什么 不是我们的概念 而是告诉大家 最好的教育在哪里 在家庭 因此中国的古话说 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 那不是说把人看成什么样 而是告诉你 三岁的时候孩子什么样 这个同年期大概是什么样 孩子什么样 爸妈什么样 家庭什么样 我教给大家一个选太太的好办法 当然选先生也是一样 比如说这里今年朋友们要去谈恋爱 今天认识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 你千万不要被眼前的现象手迷过 你不要两点一波 热血一上来说 好这个姑娘我要了 即便她同意你 请你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呢 去她家看一看 看谁 看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是什么样 这个姑娘今后大概就是什么样 她的妈妈什么样的观点 这个姑娘今后发展 很有可能就向那个方向去发展 如果她的妈妈你很喜欢 你能接受 你很欣赏 你很敬佩她 不要说了 再不下手 那是你笨 那同样道理 如果是一个小伙子 是不是一个姑娘 看到小伙子 那就不用我说了 去她家看看她老爸 老爸是什么样 不是说这个形象变成什么样 看她的观念 看她对待事物的态度 看她对待生活的态度 你就会发现这个男孩子格局什么样 注意 人 外貌是很容易变的 而且姑娘们要注意 男人到了40岁 你就不要看这张脸了 你主要是要感受她的什么呢 人格 感受到她的气息就好了 这张脸不是用来看的 只是有一张脸 当然男女有别 我们刚才说的很清楚 男的这样 女的这样 男的这样 女的这样 好 因此我们谈到的是 把她往前推 告诉大家的一个信念是什么呢 所有教育的失败 都不在学校 更不可能在老师 而在哪里 在家庭 所以中国有一句名言 教育名言叫 学校 逗号 只不过是家庭的一面镜子 我们反射的是你的家教 但是我不知道 马来西亚的一个班级有多少学生 普普克多少 40左右 你们的命运怎么跟我们是差不多 现在你看在中国的福建 一个班级大概40到50之间 可是上一周我从中国的河南省来 你猜猜看她的单身数有多少 少折70多折100 是真的 你看这里有录像 你们说是真的 少折70多折100 你说老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是教学作用吗 还是一种影响力 还是我们古语说的 随风前路业 润无戏无声呢 一切都不要想 老师能够把知识讲清楚 孩子100个人能够听到一点点回去消化 爹妈在辅导 这就是中国式的教育 这是一种无奈 第二 因为河南是我们中国的人口大省 它是以亿为单位 一个省的人数是以亿为单位 好的 第二 关于找起步的教学方法 我提出了四种方法 我先把它说一遍 第一种叫互动式的对话 第二 教学方法 找起步怎么教他 互动式的对话 第二 集累式的阅读 第三 参与式的实践 第四 专项式的面课 那这四种都是我在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我真实去做的 什么叫互动式的对话呢 这个将在明天的就是十五分钟的演讲中 有一个比较就是具体的解释 大家一看这个词就明白了 就是要经常的跟孩子进行对话交流 我们中国的妈妈非常繁满 因为中国有一个概念叫双职工 马来西亚有没有 双职工就是你是工作人员 我是工作人员 我们往那都是亲眼回到家 于是到家之后 儿童跟父母亲的对话 非常少 而且 中国的妈妈 当孩子长大时候 她会觉得 跟小孩没什么好聊 我经常布置作业说 哎 请把今天学习的内容 跟妈妈聊一聊 孩子说 是这样聊一聊 妈妈在厨房炒菜 妈妈我跟你聊聊 你说讲话 永远又到 于是孩子就跟他讲一讲 妈妈也去不管了 好好好快的 马上要开锅了 这就是一种生活常态 在这样生活常态中 孩子的语言很难发展 而且当代中国正在大同飞 经济在大发展 中国有个传统根深蒂固的概念 叫做什么呢 叫做男主外 女主内 咱们这里也一样呢 不会这么明显吧 在我执教服务二十年的这个学校里 有大部分的家长 男性家长 一年四季是不喜欢回家吃饭的 偶尔一两次回到家吃饭 孩子会写成一篇作文是 今天天气不错 都好棒 回来吃饭 他终于在家了 句话 你们觉得这是笑话吗 这是真实的写照 经常有小孩写到 他的爸爸是夜猫老爸 就是晚上他睡着了 爸爸摸黑进来 白天他走的时候 爸爸躺在床上不省人事 因为在中国 不回家吃饭的男人 他有一种自豪感 他感觉这就有了一种什么呢 社会价值 有人请我 我天天可以在外潇洒 他感觉到这样不错 所以中国当代的家教是一种父爱缺失的家教 就是一种阴性教育 阴就是母心的代表 就是所有的孩子基本上都跟着妈妈一起长大 父亲错过了儿童发展的黄金童年 这将直接导致什么呢 整个中国大陆上的男孩啊 男不像男女不像女 所以老师们以后在黄博士的代理下 如果去我们中国小学参观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什么呢 高年级到了小学高年级 是女生欺负男生 你们马来西亚是谁欺负谁啊 也差不多对不对 那这是个世界问题了 所以互动式的对话很重要 第二集累式的阅读 那这就不用说了 只要看到外面书摊上摆的一系列的书 我想 这里的阅读推动做的比我们好 同时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送上了两份简报 我看到了我老朋友 精进无语的理事长 跟黄博士正在一个签约 你看 他们把这个阅读已经签到大马来了 来说明我们对阅读的重视远远超过国内的重视 其实很经常是这样 就是外来的和尚很会念经 你看 他自己 我也 是是是 我再讲自己 那这个话你也跳过 张女士实践 最后是专相式练笔 你这样一笑一下 我也不知道我该讲什么东西 因为好像每一项都是指向我自己说 我自己很棒很棒 好 关于我很棒的一万三千日 省掉了 早起步 我刚才讲的是两点 一 起步的时间 二 起步的教学方法 第二 第一要求 这点很重要 究竟儿童写作写到什么样算是优秀呢 刚才最后一排的一位男老师 大声喊就一年级 很有勇气 接下来我还是一个互动时间 请问您认为儿童写作到小学毕业了 他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认为他是比较优秀的呢 哪一个老师愿意站起来说 或者还是喊出来 或者到台前来拿出麦克风自己来讲一讲 还是那位老师啊 那干脆我们掌声请出 让他到台前上来 来来来 他跟大家揮手指引说 我们到这里 OK 那你慢一点再次喊一遍我听听 慢点慢点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我要跟那个今天老师们交代一下 我呢是传统的中师毕业 人生唯一的遗憾就是一句话英文不懂 现在好像只说回OK两个字 所以刚才老师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这里有分等级是吧 哇都已经研究到这个程度了 教授 我们国内要进步了 据我所知哈 中国国内当前还没有一套 比较明晰的儿童写作评价提示 没有 你们已经有了 那这个研讨会干错地点了 那乱在大陆啊 然后请马来西亚老师 这个特别是妹妹 直接过来 他坐这里 中国老师坐下面 那好 小学毕业的时候 至少要写的什么呢 比较优美 我们强调一个词叫做美文 其实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我的思考是 人世间是没有美文和丑文的 美与丑 正确与失败 这样一些矛盾的哲学关系 实际上只是你欣赏的角度不同而已 因此一味的追求美文 只会将儿童写作逼上绝路 也只会让儿童写作的执教者 也就是老师呢 感到什么呢 无从下手 同时感到自己呢 就是恨铁不承担 为什么我这么用心教你 还显得这个样子 实际上是我们的标准错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提供我思考的一个结果 儿童写作什么是好呢 两个字就够了 这两个字叫通答 这两个字我要承认 并不是我的原创 而是中国的教育大师 叶胜豪先生 是我们中国当代教育中最著名的一个教育先者 叶胜豪先生的标准 通就是通顺 答就是答意 就是比较通顺的唱快的传达我的意思 同时后半句要不要丢掉 表达的对象要能够感受到 并能够理解 我们双方的沟通是没有障碍的 那叶胜豪先生同时还提供了一个非常可爱的 就是判断儿童写作是否好的一个方法 有人问叶先生说 叶先生你经常教别人写作文 请问你怎么判断他写的好不好 叶胜豪说很简单 请这个小朋友拿着他写的文章 到一个房间里去念 然后大人干嘛呢 躲在窗户底下 听他大声朗读 读的两个字太妙了 这两个字叫像话 他说你读他读的像话了 就是好文章 哇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看 不要说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中间有多少小朋友写的文章 叫太不像话 或者是不像小孩该讲的话 这个问题可能在中国大陆会明显一点 因为我们千百年来强调的是文已在到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教授我们那个时期就不在这里去讲了 好像有一点点很难过的感觉 所以经历过那个时期后 我们小孩的文章就是经常动不动在结尾就要喊口号 贴标签把利益搞得非常崇高 就好像鲁迅的文章中讲到 一定要炸出棉袋里 藏着那个小字来 我们福建师大 一个著名的教授叫孙少政教授 他跟我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他孙教授的女儿有一次写 他家楼下的一个清洁工 他写到 这个清洁工每天早晨天刚亮 就穿着一身雪白的大褂 很像医生 拿着扫把在院子里扫 那个落叶就纷纷其辱 好像金黄的蝴蝶等等等等 孙教授把这篇文章拿来一趟 批评了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现在也是教授了 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写 我们家楼下那个扫地的 这个那个叔叔啊 明显的是一个什么呢 钩笼 是一个驼背 而且谁扫地穿的一身白 你还能拍鬼片吗 那教授的女儿说 这样写 你看我得了九十几分 孙教授说 就是这样写 把你给写坏了 你看 孙少政教授是 当代中国写作教授中的战斗机 跟朱教授是一样的 他在文学创作文学批判领域中间 享誉国内 他的女儿也经历过这样的写作过程 因此老师们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 什么是好的 通达就好 为了达到通达 我提供三个小小的参考 没有那个刚才说的六个阶段标准 第一 重规范 保童征 非常重视儿童语言发展阶段的规范化训练 同时要确保童征存在 那么规范化训练 中国和马来西亚可能有一些差别 因为这里的规范应该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语言习惯 所以刚才在路上我就问了我的这位朋友 我说 为什么我一路从机场开过来都没有看到你们有豪车 他说他在开什么叫豪车 我说豪车就是很豪 什么 豪华的车 就是价钱要很贵 哦 他就明白了 瞧豪车 他不懂 那他就问我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要买豪车呢 我说因为我们要撑面子 什么叫撑面子 什么叫面子 他又不懂 但是我们中国人这样讲我们就懂啊 后来我又跟他讲 明天请你到我家去吃饭了 明天 不是指明天哦 是指什么 以后的意思 好 刚才吃饭的时候 他请我喝了一杯茶 我一喝这个茶很难喝 我就说 哎明天请你到我的房间来 我请你喝我带来的茉莉花茶 他想一想说 我还要等那么久啊 我说叫你明天来啊 他说你说明天不就是以后的意思吗 瞧 这就是我们两边的对话 所以 中午规范 保童真的规范 就是要符合大众社会生活中的言语表达习惯 好 这是第一第二 重素描辅助想象 什么意思呢 很多老师都认为儿童想象是珍贵的 我们要保护它 因此大量的老师强调小学低年级 要以想象作文为主 老师们 想象固然好 但是 如果你偏重想象 就会导致儿童写实水平的缺失 或者说写实水平的低下 我长期执教高年级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普遍规律 到了高年级很多的爸爸妈妈找到我的时候 会说这样一句话 他说老师 我的孩子想象文写的很好 但请你辅导他 写写风景吧 写写事情吧 写写生活中的真实的东西吧 这方面他写的不好 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小的时候教学 我们就一味的进入马太校医 他好的东西我们一直训练 老师们请记住 想象对于儿童来说 就是千里吧 千里吧 你不需要再给他添加草料 你只要给他一个宽阔的草原 按中国的话讲 叫想怎么写 你就怎么写 你别去管他 想的离奇一点 没关系 谁说那是离奇呢 可能是我们的理解力还不到位 而对于写实 特别是对于素描类的写实 素就是平素 本来的意思 描就是中国绘画中的一种技法的迁移 叫白描 也就是实实在在的 直直细细的去描绘客观事物的 这种的本领 是儿童缺失的 因此我们要进行训练 人类的观察 有日常观察 有科学性的观察 还有一种叫文学性的观察 儿童仅仅处在日常性的观察水平 我们是不是要交给他 掰开来 揉碎了 展开来 翻过来 长时间定格 不移动的 这一系列的科学性观察方法呢 这些方法对于儿童把物件 写细致 写真实 写准确 是有帮助的 但我们的教学中 是缺乏的 同时 我们还可以交给他一种文学性观察 和描写的方法 这也是当代中国小学儿童写作教育中 比较少切入的一个方面 我们今天都提出来 是供大家思考 第三 重趣味 轻教化 中国北大有一个教授的曹文轩说过 什么是儿童写作的意义呢 他回答了一句话 说 有趣就是有意义 这是小孩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趣味性 当一个小孩接触写作后 他感觉到很有意思 感觉到我还想再来 这就是儿童写作的意义所在 而不是在文中 要树立什么样的道德观 要渗透什么样的价值观 要弘扬怎样的人生观 如果你要树三观的话 只能是在写作过程中 毁三观 因为儿童的童年 他不需要过早的树立一种人生的观念 他的日子还很长 他在变化中的取舍 那就是一种观念选择的过程 好 这是第二点 叫第一要求 我们梳理一下 第一要求我讲了三个方面 这种规矩 宝童真 种素描符想象 种童趣轻教法 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情练比 关于情练比 那我要介绍一下我这五年就是着力的一个课题 叫做写作教学进行时 我强调的是片段化的常态练比 那么他有几个就是实施的时候操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呢 第一 在练比过程中我主张交给儿童必须的写作方法 那么黄博士明天可能是明天啊或者明天是以后的意思 会安排我在一所学校指教了一节课 那在这节课中我就会就是在课的过程中我就会告诉大家 什么叫在片段写作中要教会儿童必须的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老师们只要记住 练比不是随随便便 而不是也不是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专项的练比应该分阶段分步骤 交给儿童一些微小的写作方法 中国写作教学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希望在一篇作文中完成所有的写作能力训练 我举个例子哈 老师们以后到了中国去听作文课 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课行 就是今天我们来写人 你要注意人的外貌动作 神态衣着心理环境 甚至是各种方面 老师们你想想看 那是小孩写人吗 那是作家写人吗 也不是对吧 还讲到孙少镇 孙少镇教授曾经跟我讲了一篇最好玩的例子 他说小河 他叫我小河 他可以叫我小河 他说小河 你知道吗 大扫除怎么写 这里有没有叫大扫除 那就好办 他说大扫除怎么写 是不是要写这个人很忙 爬上爬下 脸上有很多汗很多灰 然后扫完之后还要说一声 哎呀为了集体扫除 我一点都不辛苦 最好还要安排他跳下来的时候 脚扭了一下 很多人过去摸啊 错啊 龙啊拽啊 然后他说不得不得 为集体受伤 没有什么了不起 孙少镇教授说 不需要 大扫除我只要这样写就可以了 这个人一定比你们都认真 是这样写的 大扫除开始了 逗号 他一言不放 杠起来 句号回来 你说这样一篇文章 是不是比你七整八整来的厉害 讲到这篇文章 我们还要讲到一个观念 我们马来西亚有没有对儿童写作进行 你字数上的衡量 多少字是优秀老师 六年级多少字 多少百啊 六年级你至少一百二就是优秀啊 基本 那郭史光宏 小郭 你说说看多少字是优秀 太仁慈了 太仁慈了 我们中国小朋友六年级 没写个五六百 你就不要想回家 知道吗 你们是不是这样 但是 哇哇这一百了 还可以再研究 是不是合理 有一个故事 就是基数 yes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一个神学院 在这里讲神学院 是不是有没有禁忌 没有啊 因为刚才司机有跟我交代一些事情 他说你一定要小心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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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 我有点忘记 神学院是可以讲的 好的 他说在一个神学院里面老师出题了 他说哈 各位学神学的孩子们 你们来写一篇作文 这篇作文包括四个因素 第一个是王室 第二个是什么呢 性 第三个是什么呢 神秘 第四个是什么呢 惊讶 王室 性生活的幸福 神秘 惊讶 你要写一篇文章 包含这四个方面 我们看谁写的最好 谁写的最快 教授说 开始 一个学生马上说 我写完了 教授说你来读一读 他说 好我来读一读 这篇文章就是 天哪 逗号 女王又怀孕了 逗号 谁干的 问号 结束 因此 老师们注意 是否 字数 是衡量的标准呢 那我刚才插入说了 这两个小小故事 大家回去 跟这里的 能够修订标准的人 好好研讨一下 他如果实在有不够 欢来 你也把这个故事 讲给他听听 好 第一 练笔中的交给方法 第二 我们 希望 当堂练笔 就是在课堂上练笔 不要把写作变成了回家的另一项作业 成为一种负担 第三 我们非常希望你的练笔能够不断的保持并体现练习的属性 而不要把练笔上升为一种什么呢 文章创作或者文学写作 我们需要保持练笔的属性 练笔属性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 凡是练习 大部分是以分项训练呈现的 也就是今天咱们来写人 你不要把人物的方方面面全部包圆了 你可以分项实施 马来西亚的小朋友是不是喜欢游泳 喜欢 因为我在飞机上看到好像这里就是海边 对不对 我没有地理概念 行 我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故事 我来自福州 福州是温泉之都 那里的人也非常喜欢游泳 那里的青年谈恋爱一般采用什么方式呢 就是在游泳池教会女性同伴游泳这种方式 是非常容易实现交游这种愿望 那有一天我到游泳池看到一个青年呢 是这样教他的女伴游泳的 把他的腰搂在怀里 然后抱得紧紧的 但是这个人不是耍螺蛮的 他是真的很认真在教 他说来 你把身体伸直前往前滑 手往前滑 脚用力打 头抬起来呼气吸气 我就跟那个小伙子说 小伙子 当这位女性成为你太太 因为你生下两到三个孩子的时候 你这样教她 永远是学不会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发了一个最大的忌讳 他想一次性把这位女性交会 你看 教育如果分项训练的话 小朋友是非常容易学的 我的孩子 现在才二年级 也就是说他是七岁左右 他每天可以游三到四千里 就是他进行专业的训练 他在幼儿园的时候 已经可以不间断的游一千里的距离 他是怎么做到呢 是我教他的 就是用分项训练 先学打脚 先学呼吸 水中呼吸 然后再学打脚 再学滑手 再学手脚配合 再学有呼吸的手脚配合 然后再陪伴他有一个短距离 然后再慢慢拉长 分项训练 因此老师们 通过这有种例子 请您记住的是 好的练习一定是分项训练 不要在一次练习中完成两个目标 就好像不要试图用一支箭 同时命中两个标吧 这是一个道理的 第二 在练习的过程中 希望教师全程陪伴 中国写作教学中 有一种现象 已经被各位专家所批判 那就是老师只负责出示命题 剩下的工作 让小朋友自己去完成 这种现象已经得到批判 我希望老师们在尔鲁写作的全过程 能够陪伴起到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叫被咨询 被就是准备的被 也就是我几点什么都不干吧 好我准备在那 你来咨询我 被咨询的作用 第三练习的过程中 希望平练交三位一提 就是在练的过程中 你也可以辅助于交 练完之后 你要及时的平练交三位一提 这样的练进步更快 好这是讲到的第三条 叫勤练义 最后一条叫多鼓励 什么样的方式是鼓励呢 很简单 叶胜桃先生说的非常明白 发表就是对儿童写作的最佳鼓励 那么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小朋友 发表的途径多不多 在中国大陆发表是相对比较顺畅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各个城市 都办了很多的报刊杂志 有非常多发表的途径 而且还有很多的民间和官方的机构 非常关心儿童写作 他们都对儿童写作的发表 不遗余力的奉献自己的力量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途径的怎么办呢 老师们记住 发表有广义和狭义 我们今天讲的是广义的发表 比如让儿童在团体面前 朗读自己的文章 这就是一种公开的发表 这种发表训练的能力非常的多 训练的效果相当的好 甚至比将文字转变为千字的发表的效果 更加优良 第二 如果孩子的内向怎么办呢 可以鼓励班级进行文章的传阅 你的给我看 我的给你看 互相传阅 甚至可以将一两个小朋友的文章 变为范文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教师后面有没有一个叫做黑板报的东西 也有 甚至可以将儿童的席作 当作是黑板报的文章 进行摘抄和展示 那么当代的发表 还有更快捷的方式 叫做博客 微信 等等 通过那种电子传媒的方式 达到 即时发表 在中国有很多老师做个人 规客题 那有一个老师就做叫做博客写作 他跟小朋友建立这个班级博客 每天晚上上面都可以粘贴着老师或者儿童的星座 然后进行互动式评点 有一个小孩就在这样的互动式评点的鼓励下 在小学毕业的时候 成功的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小说集 但是老师们注意哈 在中国出版一本小说集 你千万不要把它想象的太困难 还是比较简单 我刚才说过 有很多热心辅助儿童出版的组织 他们会发现苗子 同时会给他鼓励 甚至会引导一些大作家 教授 专家 学者 对儿童的粗浅的写作进行辅导 然后联名署名发表 所以 这就是我们成年人对儿童那种关心的一种方式 总之 在这个时代 要想让文章发表是很容易的 关键是老师 你有没有一颗发表的心 我刚才推荐的外面那本书 叫《广建纲的我的作文教学革命》 这个人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他是中国江苏省的一位老师 在中国有分为这两个地域 一个叫农村 一个叫城市 管制应该是我的大哥 他原先是在农村教书的 可能这一辈子就出不来了 但是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成为现在中国炙手可热的当红科技教师 做了什么事呢 他办了班级作文小报 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 一周一期 把小朋友的作文 解决编辑成了一张小报 然后按班级的人数印刷 每周分发给班上的每一个同学 他就办班级小报 从村小老师变成了中国当代著名的特级教师 这就是广建杠 好 发表不但对儿宏来说 是重大的意义 对老师也有促进作用 广建杠的班级小报 办到现在已经升级了 他在中国是一种就是教学法的持有者 就是做文评改课的持有者 就是我们有很多课行 只有他会算得清楚 做文评改课 为什么 因为他长期在班级互动小报评改中间 积累了大量儿童的言语 了解了普世的儿童的心态 儿童的学情 所以他点评小孩的习作 小孩特别入耳 注意 凡是语言没有入耳 则不能入心 不能入心则不能会议 不能会议又怎么能转化为行动呢 没有转化为行动 你自己又怎么能发展呢 所以 单纯的说教是绝无意义的 一定要说什么呢 小孩 听得懂的话 喜欢听的话 有人说什么叫阅读 阅读就是 把不喜欢的读成喜欢的 并且喜欢一直往下读 这话很闹口 把它换在写作上 不喜欢写作的变得喜欢写作 同时因为喜欢 他永远的往下写 谁能做这样的事呢 老师能做 我们刚才讲到家教很强调父母亲的作用 注意 父母亲的作用打好基础 高屋建立 点波式的人就是教师 好 发表就是鼓励 那么这十二字真言 我们把它总结一遍 早起步 第一要求 请练比 多鼓励 最后我跟大家说一说 有没有比交更好的方法呢 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大板块 是怎么交 十二个字怎么交 那么第三个大板块 我们讲的是有没有比交更好的方法呢 有 第一条 讲出来大家会说 哦又是这条 哎呀 什么呢 根骨不变的真理 就是广泛阅读 注意我不是说阅读 我说的是广泛阅读 教儿童写作 千万不要让儿童只读写作方面的书 读的越多 越杂 越大越管越好 各种各样的书 孩子都看一看 对他的写作大有益处 因为写作需要的是语言的积累 需要的是生活的常识 更需要什么呢 百科杂学 一个具有百科杂学的人 他的文章涵盖的信息量 以及对你的启示性 是远远超过精装与一门的人 特别是看文字 我们希望在文字中获得更加 活杂的信息 提升我们阅读的品味 那么如果这个人百科杂学上有欠缺 他怎么能够观众到方方面面 没有观众到方方面面 他的文字之间 和社会 和生活 和自我 和他人 和整个环境 就没有关联 没有关联的文字 是孤立的 是单一的 是浅显的 是永远落后的 所以从小 在越来的时候 就要注意广博二字 在我的班上 我是语文老师 我推荐给孩子看的书 大量是科普类的书 怪不怪 因为我较高年级 我希望他们多了解科普 同时特别是女生 我让他们多看科普书 为什么 因为他们马上进入青春期 马上进入情感的萌发期 他们自己会去找什么台湾的琼瑶啊 什么各种爱情小说去看 会的 不需要我教 谈恋爱人人都会 我要教的他们是 关注科技 在中国有一套书 我刚才看到外面的志愿者 他没有摆出来 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 可以上网去购买 叫问吧 提问的问 语气词 把 问吧 问吧这套书我推荐给高年级小孩看 他看的特别开心 为什么 里面就是四个字 百科杂学 什么都可以问 我印象很深的是 有一个例子叫做汉青 这个汉青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为什么历史书叫汉青呢 问吧东边就有假 那么比如说我还记得 我推荐的科普书籍中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点恶心 大家做好准备 要我兔的老师们 准备好我兔袋 他问 这个儿屎啊 要不要抠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儿屎要不要抠 有个老师 我说儿屎千万不要抠啊 正确 儿屎不能抠 儿屎的一个错号叫黄金门神 他会自然的脱落 因为儿屎会不断的产生 然后新的儿屎就推动推动 那旧儿屎就脱落脱落 因此儿屎是不能抠的 同样有论 彼此要不要抠 要抠吗 那位老师又答对了 你看我每次要出出答案都看那个角落 那位老师很智慧 刚才二十三是这样 彼此是这样 是的 彼此要抠 那怎么抠 不要再往下说了 因为不要再到睡觉会扁 彼此怎么抠 看数据 书上有教你怎么抠 OK 这是第一个广泛阅读 第二 体验各种生活 中国有句老话叫 读万件书 行幻领路 所以让孩子体验各种生活 就是教他写作 刚才我那个朋友 开车的时候跟我说 他说 哇 何老师 现在的小孩好可怜啊 他们一直都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 今天考了98分 回家以后 爸爸就问他一个问题 剩下两分去哪里 有这样吗 没有 他遇到的情况是比较悲惨的 他说他的小时候是同军啊 这是那种好像美国那种同军啊 到处去玩 什么都接触到 于是你看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的优雅 而且很健康 很有活力 四个字 像个人样 那么如果小时候就关在学校里读书 读成那样子 长大什么呢 太不像样 对不对 因此 要让孩子尽可能的接触生活 好第三 永远不要让你的小孩孤单 这个事情其实在大马不要讲 我刚才在跟我的朋友在路边吃饭 看到旁边一个女性怀里 她来的时候我就很惊讶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种民俗习惯 她开着一架商务车来啊 然后酒店哗一架商务车 一个女性齁 戴着头巾 这可以讲吗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有没有冒犯大家的地方 有的话 您马上就瞪眼 我开看了解 然后她下山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 然后她来这个大厅一下 好像是跟那些人讲 意思说这里 融得像他们吃饭 我在想你抱一个孩子 她讲这么多 她一招呼后面来五个 我这回才明白 她家必须买商务车 因为她孩子就五个啊 你说她买一架小汽车干什么用呢 于是我就想到了 这一点在这里不用讲 但是在中国要讲 中国有一个国策叫做什么东西 叫计划生育 知道不知道 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 现在我们开放了 如果你一个家庭是独生子女的话 你可以生两个 哇不刚好我家不是 我不能生两个 怎么办 我们在中国有个推荐 永远不要让你的小孩孤单 就是把它放到各种的儿童团体中 因为儿童的语言 永远是在儿童中成长 你觉得小孩子跟你学 能学什么好东西吗 一个老师教一个班 如果这里有校长的话 请记好了哈 最多让这个老师教两年 第一年对老师很新鲜 老师什么都是好 第二年对老师很崇拜 老师什么都是好 我要学第三年 中国有句古话叫事不过三 第三年就发现 哎呀这老师也有一点问题嘛 第四年就发现问题越来越大 毕业了都不觉得你好啊 所以请不要把一个老师 待在一个岗位上超过两年 这样做对老师孤立 对学校的声望也不好 永远不要让孩子孤立 让孩子到各个话语圈中 学语言就要到儿童中去 最后一个 让小孩写的文章有用 他就会越来越爱学 也就是说 不要老师钻到文学性写作的小圈子里去 不要一直让美文主导的你的教学 要让他写的文章用起来 比如早上起床想吃什么 给妈妈写的建议 中午回家 有什么话 给妈妈写的留言 跟朋友之间来一些通信 互动 让写的文章有用 他就会越来越爱学 好 这就是我的四个建议 广泛阅读 体验生活 永不孤立 文章有用 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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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